高喊要改革國民黨 草鞋發起人李正浩 卻深陷桃色風波 網友方丈爆料 國民黨正在拚選舉的時候 李正浩卻流連酒店 還偷拍性愛光碟 從來沒有偷拍過 女生性愛影片 李正浩曾經 就是要那個女生 乖乖的聽她話 那聽什麼話我不知道 但是女生就是 疑似沒有跟她配合 那李正浩是說 那我 反正她有她的影片 那女生不配合的話 她會通不出來 我的情緒來了 我女朋友情緒來了 所以對方丈說了很多 不時的指控 包含說我偷拍七 八位女生 包含說我去酒店 那這些事情 其實事後那女生 都一併澄清了 話雖然這樣說 但周刊也刊出了 模擬的關鍵LINE對話 賓女曾向李正浩說 如果我有這麼壞心 早就把你的工作毀了 李正浩又說你不會 因為我有你的影片 這個影片指的是 我跟他出遊的影片 那為什麼對他來說 殺傷力很大 原因是因為他的家人 說句不好意思的話 他家人其實很反對 他跟我交往 那其實家教也滿嚴的 然後家庭保守 所以他滿擔心 就是他還跟我交往的影片 被他父親看到 說李正浩 他兜出哪一個版本的故事 我現在真的不太清楚 我沒辦法跟你們竊確的講 但是給我 給我 就是看到七八個人被偷拍的影片 這一條資訊 是其中一個受害的人跟我講的 指證立立因為曝光的另外一段 關鍵對話是A女 A女曾向李正浩 哀求要刪除畫面 但沒料到李正浩反說 法條有用的話 李宗睿的影片 為何隨便找都一大堆 A女又問李正浩 知道李宗睿現在在哪嗎 李正浩反嗆 所以說一起死 是他跟方丈的說辭 那後來女生都否認說 沒有這件事情 他說有A女跟B女 那是他的底色 一個用粉紅色 一個用綠色 但事實上這兩位是同一位 雙方各拿證據 現在只能把這些相關物證 全部交由律師處理 由法院來裁判 到底誰說的才是正話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他就是